立體口罩起霧的更嚴重 你看我現在在講話 他就一直起霧 很尷尬 我只需要3秒 非常的簡單 就可以讓你眼鏡不起霧 大家好 我是Lulu媽 大家最近外出有沒有記得戴上口罩呢 現在的病毒實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戴上口罩呢 是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喔 那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是眼鏡一族 戴眼鏡呢 又戴口罩 最怕最尷尬的就是眼鏡起霧 今天呢我教大家兩招 只要3秒鐘就可以完成眼鏡起霧的尷尬困擾囉 第一個分享的就是這個平面的口罩 大家都知道戴口罩的話 有顏色是朝外 然後白色的是往裡面 好 那非常的簡單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這樣對摺 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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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這樣 然後壓緊 你看這樣眼睛就不會起霧了你看 不要感受到我很大力的呼吸喔 我故意很大力的呼吸 來 你看眼鏡都沒有起霧 這樣講話就不會那麼尷尬 然後你看有沒有影響到你戴口罩的功能 就是你看也都有服貼 再來呢我們要介紹第二種的辦法 它是適用於立體口罩 好因為我沒有立體口罩 所以我用小朋友的 它只需要一張衛生紙 來我們把它摺好 來我們把它摺好 大概摺好這樣 然後把你要往鼻子這邊帶的這邊 把它這樣放好 而且其實你戴上去呢 人家也不會感覺到你有多用那個衛生紙 就像這樣 這樣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摺好把它藏在裡面 看不到 然後就戴上去 你看 都沒有起霧 好累 我一直深呼吸 都沒有起霧 其實除了剛剛那兩個辦法之外呢 我還有試過就是用洗碗筋啊 用牙膏 可是我覺得 防霧的效果沒有到那麼好 我覺得剛剛前面 我教給大家的這兩個 我覺得反而它的效果比較好 然後也比較簡單 再次提醒 除了戴口罩以外呢 請洗手也非常的重要喔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掰掰